Hello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频道 大家记得要赶快按订阅 我们的龙师傅也要分享一个健康好料理 今天要做的是三胶打抛鸡 这个不是打抛猪 是打抛鸡 因为一般来讲说打抛业在台湾其实是不好去取的 所以我今天就是利用三种现在非常好的胶类来做打抛鸡的做法 我们来看一下哪三种 这个是糯米椒 就是我们常常吃的那个豆干小鱼糯米椒的那种 但是把它切成这个圈状就可以了 那第二个椒可以看一下 你可以用青辣椒 但青辣椒很辣 所以我今天有稍微用一个牛角椒下去 也是比较不辣的 旁边那个牛角椒比较大的 这一半都是用来塞肉的 就是上海菜那一个青椒香肉 但是其实牛角椒它非常的脆 非常口感而且都多汁 它的口感是比较不一样的 对这两个就是它这两个是都不会辣的 对那我现在要加一个辣的东西 就是红色的这个辣椒 好是这个这个是会辣的 对它的辣度就是这个红色的 虽然比较不会那么辣 然后绿色的是第二辣 那在旁边那个最小的 淘天椒是最辣的 对所以那个比例在放的时候 千万这个不要放太多 你可以这两个的放多一点没关系 所以这个不辣的放一大碗 对然后这个不辣的也还蛮多碗的 脆口多汁 这个只有不辣的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就好了 对对对对 如果你不能吃啊 你还可以再减少 再可以再减少 对那用青辣椒也是可以 那我建议是用这个鸡胸肉 来跟大家分享 但是这个胶胶的部分 它一定要先处理过 好 就传统的打抛猪是猪角肉 猪对角肉 我们用鸡胸肉做成绞肉 那来做 对好那一样 就是先把这个蒜末 还有豆豉先下去 好热锅热油炒香我们的辛香料 那蒜末 刚刚那个龙师傅的豆豉 其实有把它捣碎 有有有有有切碎一点 那味道比较容易散发出来 那再来因为这个 这个胶类的部分 它需要 我们在吃的时候 都有一个肾味蛮重的 所以你必须要先炒过 把那个味道炒出来 然后辣椒 所调的辣椒 好 所以现在锅子属于一种干爽的干香 旁边的粥太一块受不了了 很香是不是 黏膜已经开始受不了了 但是你觉得那个下饭是不是 下饭 对可以看一下 那我旁边再搁一点油 我现在把这个鸡胸肉放进来 好 这个鸡胸肉把它剁碎成鸡角肉 那师傅你有事先腌过吗 有 腌了什么腌料 这个里面只有放酱油 然后米酒跟太白粉 然后加点香油就可以了 酱油米酒太白粉 然后少量的香油 对对对 但是跟打抛猪一样 就是把它炒散嘛 对把它炒散就可以了 好 你也是尽量饮食的调整 然后减了十多公斤 然后就维持你的健康节制住 可是你就变得经常做一大堆鸡肉料 跟鸡胸肉料理 因为那时候营养师跟医师说 好的蛋白质来源就像白肉类的 像鸡肉 鱼肉那个是非常好 就照着他们的这个讲解 就这样自己做自己吃 所以人就是很有潜力 对 你以后就会变成鸡肉王子 对 感受很深 因为它是外大堆鸡胸 超级多变化板 对 好 这时候这个鸡肉差不多 已经黏蛋白质凝固的时候 就可以稍微给它拌在一起了 好 然后我这边会带一点 这个健康的菇类下去 其实现在它那个香味很香 感觉很下饭了 对 非常 这个味道是很棒 那我这里要稍微一点点的水 好 放在这个里面 因为让它里面稍微有点湿度 好 一点点就好 对 不要太多 佐量就好 对 因为做起来是要让它有点湿度 比较干香这样子 不要太湿 对 不要太湿 那同时间我们农师货的打抛鸡 好香喔 对 整个香气出来之后很简单 我这边加一个比较泰式的口味 这个就是四叉辣酱 好 大概一汤匙的这样辣度就可以了 现在那种车底市场 对 常常会有那个东南亚的那一种 对 调味料 好 四叉辣酱 对 如果加了佐量 就要加佐量的糖 对 它跟糖的比例是1比1 好 最后这个是什么 然后再来就是下一点的这个酒 绍兴酒的香气 好 然后这样拌一拌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就可以来试吃喔 披肉打成这样子 完全没有那种干涩的感觉 对 然后整个香气非常浓郁 这个真的是非常下饭的东西 如果有一碗面或什么 一起来吃就更好了 对 我觉得这个拌饭拌面都会很搭 真的非常搭 不过吃维生素C是一个问题 也不能过分 看我有一个41岁的女病人 她不知道去听谁演讲 那你就裡面讲了很多维生素C的好处 而且在沿岸中大力推建这个大剂量维生素C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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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